來吧 晉升9品煉氣師就差這一捏捏了 喔 上來就給我來個神品 好傢伙 又來一個 我現在是8品的煉氣師 到這個階段出神品的機率還挺高嘛 一共是做了22把神品6把 我套 這麼快 不是100經驗嗎 等等 我做了22把 一把是3點經驗 1得1 1得2 2得4 沒毛病 沒毛病 對上了 煉氣師一瓶 登峰造極 9品煉氣師已達成 回歸正題啊 我準備這期視頻搞一套D階神品的裝備 剛才那一套的迷惑行為 估計你們看的也挺萌 其實吧 我就是用D階裝備刷經驗 等級夠了直接練習高品質高段位的 你們看看 這都整多少把武器了 稱之為王之寶藏都不誇張吧 So good 來來來 給你們看點好康的 整整三組地精 還多一點 這些是我用來做裝備的 眾所周知 人類的恐懼往往來自於存款不足 稍不 我跑了兩個小時礦 D階全賣了 整了500多 現在這一身繁品選品 完全配不上我這五星鬥尊嘛 等會兒就去商會買點D品催化劑 給裝備升上級 一個50金幣 哎呀 全部梭哈吧 這我也當回莽夫 不是啊 這也太貴了 這才買9個 可能不太夠 要不咱們把這點零頭也賣了吧 最終是12個 回家試試水 來 第一發 先品呢 沒事當墊子了 第二發 不愧是神品 屬性加這麼多 就是這個詞條嘛 有點拉胯 有機會給它刷一刷就行了 哎 不等會兒 我剛剛是做了兩個 對吧 12-2 我寫的不應該是10個嗎 實踐出真理 咱們再試一試哈 他还真给我吞啦 忍痛格爱吧 先卖他个一组 我是真的心疼 这十个可千万别出啥意外 这样吧 把它放在箱子里 我用一个拿一个 这不就没事了吗 第一发 圣品呢 淡定淡定 这都是小事 第二发 成了成了成了 老天还是挺眷顾我的嘛 炭热打铁继续 大哥呀 给个机会吧 我尚有老 尚有老 尚有老的 黄天不负 有心人呐 这可算是出了吧 血压都快上来了 现在呀 就差个衣服了 还剩两个催化剂 能否创造奇迹呢 都坐下 基本操作 低调低调 一套神品装备 任务完成了 之后呢 刷一刷词条 镶嵌宝石就可以了 虽然呢 咱们的外观没什么改变 但是穿上这套 我整个人都自信不少了嘛 来看看属性啊 生命值接近三万 斗气值接近一万 攻击一千二 有点拉胯 话说这个速度什么鬼呀 395 还有这个气韵 就它喵的离谱 我听说气韵和异火暴力有关联 既然有970 不妨试一试吧 哎呀 就你们这帮虾兵蟹酱的 都不够我塞牙缝的 灯泡了 还是本元火 就是这玩意我上期 好像都吸收过了呀 再次吸收会怎么样呢 你以拥有更高品质的异火 提炼的低品质异火将自动转化为新火 如果没记错新火 应该是可以升级残厌的是吧 但是我们这个体质是吸收异火 自动进化成最高品杰的呀 简单点说 新火啥又没有 看我的厌分尸浪尺 哎 虚晃一枪 又是本元 看来气韵高是真的舒服呀 学会了吗 同学们 水火相容 形成超高温度的蒸汽云 持续十秒 说白了不就是下开水吗 咱们装备下耍一耍 嗯 还凑合 伤害不太高嘛 灵域类的技能 特效呢 也一般般 还是我的追踪导弹好使着 那咱们呢 不用动手 七只发蝴蝶替你打架 这多爽啊 懒癌患者的终极复音吧